来喽来喽 这年头连贴脸沙都能上热搜 话说 最近娱乐圈这瓜田里 还真是瓜叔地露啊 这部 于书星和丁宇曦这对新鲜出炉的荧幕cp 就因为一张贴脸开大的照片 火速占领了吃瓜群众的视线 事情嘛 就是这俩人合作拍电视剧永夜星河 休息的时候 星星子这小妮子 鬼精灵似的凑到丁宇曦跟前 来了个亲密接触 那画面 嘖嘖嘖 甜度爆表啊 话说 这娱乐圈的新闻 就跟那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前一秒还是风平昂静 后一秒就可能电闪雷鸣 这不 这张照片一出 立马就炸开了锅 有人说 这是炒作 有人说 这是真情流露 哎 这吃瓜群众啊 就是爱看热闹 咱金儿个就来扒一扒 这照片背后 到底有啥名堂 先说说这俩主角 于书星 那可是娱乐圈的小作精 古灵精怪 性格活泼 演起戏来也是灵气十足 想当年 下一站是幸福 里的菜鸣鸣 苍丸角里的小兰花 那可是圈粉无数 啊 再看看丁雨昕 妥妥的演技派小生 演啥像啥 那眼神戏 简直绝了 这俩人凑一块儿拍戏 那化学反应 杠杠的 据说啊 在永夜星河剧组 他俩那叫一个默契 戏里戏外 都黏糊的跟糖糊涂似的 这不 这张贴脸开大的照片 就是他俩拍戏见戏的甜蜜瞬间 照片里 欣欣嘴笑得跟朵花儿似的 那小眼神 简直要把丁雨昕融化了 丁雨昕呢 也是一脸宠溺 那温柔的眼神 嘖嘖嘖 老夫的少女心啊 当然了 这甜蜜可不是凭空来的 拍戏这活儿 可不是闹着玩的 分里来与里去 熬夜加班是常有的事 据说 为了拍好永夜星河 于书星和丁雨昕 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不过 也正是这些共同经历 让他俩的友谊更加深厚 默契也更加十足 这照片一出来 网友们那叫一个巨洞啊 星星子霍雨昕哥哥太甜了 磕到了磕到了 这CP我锁死了 谁也别想撬开 期待永夜星河赶紧播出 我已经等不及了 各种彩虹屁 简直要把人淹没 当然了 也有一些老江湖网友 觉得这不过是炒作而已 现在的娱乐圈 每点绯闻都不好意思出来混 这照片摆拍的痕迹 也太明显了吧 哎 这年头 说实话都没人信了 不过 话说回来 炒作也好 真情也罢 这娱乐圈的新闻 咱就图个乐呵 只要这剧拍得好 演员演技在线 咱就该支持支持 毕竟 谁不喜欢看巨男美女谈恋爱呢 想想看 当年虎哥和霍建华的 是虎不是霍 是霍躲不过 那可是火编了大江南北 还有杨幂和赵又廷的姑父姑姑 那也是甜到后人 如今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贴脸杀 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爆款CP呢 于书欣和丁雨昕再一次的携手 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这对曾经的荧幕CP再度携手 无意让许多粉丝兴奋不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的二搭背后的故事 首先 回顾一下于书欣和丁雨昕的首次合作 2021年 两人共同主演了一部青春爱情剧 《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 剧中甜蜜的互动和默契的配合 应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 三年后的今天 他们再次合作的消息一出 立刻成为了热门话题 对于这次的二搭 社会舆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部分粉丝表示非常期待 认为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强烈 再次合作一定能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而另一部分人则只保留态度 担心过度消费这对CP会让他们失去新鲜感 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个人发展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 于书欣和丁雨昕的再次合作 反映了娱乐圈的一种现象 明星CP的持续热度 近年来 不少电视剧通过打造CP来吸引观众 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够提升收视率和关注度 然而 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比如过度营销 演员形象固化等 因此 在享受这种模式带来的红利的同时 也需要警惕其潜在的风险 此次合作的背后 不仅仅是两位演员的选择 更是制作方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把握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粉丝经济越来越重要 如何更好地满足粉丝的需求 成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这个过程中 宝石作品的质量和创新性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赢得观众的心 而不是仅仅依靠短期的热度 此外 于书星和丁雨西的再次合作 也体现了他们在演艺道路上的成长和变化 三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人发生很大的改变 无论是演技还是心态 都可能有所提升 因此 这次的合作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 也是对未来的一次展望 总之 于书星和丁雨西的《阿尔达》 既是对过去美好记忆的延续 也是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探索 无论最终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以更加理性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 毕竟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里 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次新的尝试和挑战 丁雨西 作为一名90后演员 出道之初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虽然参演了一些影视作品 但大多数都是配角或者群演 直到2019年 她凭借电视剧传闻中的陈千千中的出色表现 才逐渐被观众所熟知 在传闻中的陈千千中 丁雨西饰演的男二号 李循 性格温润如玉 与女主角之间的情感纠葛 更是让不少观众为之动容 她的表演细腻入微 将角色内心的情感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之后 丁雨西陆续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她所饰演的角色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电视剧《山河令》中 她饰演的男二号朱韵 更是凭借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 成为了剧中的一大亮点 而在电影方面 丁雨西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参演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小品相遇 更是让她圈粉无数 演技上的精湛表现 也为她的影视之路增添了不少亮点 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永夜星河》中 丁雨西所饰演的陌生一角 可以说是性格复杂多面 她是一名绅士沉迷的神秘人物 初登场时冷漠寡言 但随着剧情的发展 她内心深处的情感逐渐被唤醒 也因此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 陌生的成长历程 可以说是一次内心的自我救赎 她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 并没有选择逃避 而是勇敢的面对 也因此收获了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结局 而在丁雨西的演绎下 陌生这一角色更是充满了立体感和真实感 她通过细腻的表演 将陌生内心的挣扎和矛盾 展现得淋漓尽致 也因此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 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陌生所经历的一切 无论是陌生初登场时的冷漠寡言 还是后来逐渐展现出的真挚情感 丁雨西都将其演绎得非常到位 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而在永夜星河定当之后 丁雨西的外貌问题成为了热议的话题 虽然她曾被部分观众称为猴戏 外貌上并不符合传统帅哥的标准 但在演技上的精湛表现 却是有目共睹的 正是因为丁雨西在演技上的 不懈努力和精湛表现 才让她所饰演的角色 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和喜爱 而在整个影视剧市场中 丁雨西的成功 也可以说是对外貌至上 这一观念的一次有力反击 如今的观众 对于影视作品的要求 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外貌上 更加注重的是 演员对于角色的理解和诠释 也演技的重要性 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和重视 而在未来的影视剧市场中 相信会有更多的演员 能够像丁雨西一样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获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因此为影视剧市场 注入更多的正能量和惊喜 而在整个影视剧制作过程中 剧本的改编 可以说是至关重要 得一环 好的剧本 不仅能够为演员提供更好的发挥空间 也能够让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 产生更深刻的共鸣和感动 而在如今的影视剧市场中 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都开始注重角色内心的复杂性 通过对角色内心深处的挖掘和展现 可以让观众更加深入的了解角色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社会的各种现实 和人性的种种矛盾 而在即将播出的电视剧 《永夜星河》中 陌生这一角色的内心复杂性 更是值得观众期待的地方 它深是沉迷 内心深处隐藏着诸多的情感和矛盾 也因此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 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 相信在丁雨曦的演绎下 陌生这一角色的内心复杂性 会被展现得非常到位 也因此给观众带来 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 而在如今的社交媒体时代 演员的形象管理和观众互动 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通过社交媒体 演员可以更加直接地 与观众进行互动 也能够及时地了解观众 对于自己作品的真实反馈和意见 而在形象管理上 演员也需要更加用心和细致 好的形象 不仅能够为演员带来 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到他们的职业发展和机会 而丁雨曦在这方面的表现 也可以说是非常用心和成功的 她时常会通过社交媒体 与观众进行互动 也会分享自己 对于角色的理解和诠释 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 她所饰演的角色 也能够感受到 她对于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 而在形象管理上 丁雨曦 也并没有刻意迎合观众的口味 而是选择做真实的自己 也因此获得了观众的 一致喜爱和认可